紧接着来来看到就是爱管夏日联合音乐会日前在中和区的秀山国小综合球场进行演出了 那么这场活动是由中和区秀山国小来举办 同时邀请到南山中学景和国小 永和国中和福和国中的管乐团一起来参加 演奏出美妙的旋律 让听众您听到管乐所表现的新风貌 乐声悠扬集合中永和地区的秀山国小 南山中学景和国小永和国中和福和国中的管乐团 演奏曲目包含了古典流行和同俗音乐 带给道场参加了爱乐者更多更丰富的音乐饗宴 我们双和地区一文的活动现在越来越蓬勃发展 那我们中和区的小学也是新北市管乐团 第一名秀山国小第二名锦和国小都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包含南山中学他们的管乐的水准也很高 那我们学生毕业之后直升到永和国中跟福和国中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我们的校友团 那我们的指挥廖崇吉教授就希望说 每一年找一个机会把这些校友一起集合在一起 然后回顾一下 然后也是创造我们中和地区一种管乐跟音乐会的一个水准 系数这些学校所成立的管乐团少说都有十年以上的成立时间 提供学生一个音乐学习原地和多元学习发展的机会 而且在学校师长的努力下 每年更是引领数百位的学生加入管乐 让音乐的种子能够在他们心里发芽成长 这几所学校除了举办夏日联合音乐会带来美妙乐音之外 也应邀参加国内各项音乐比赛成绩优异 这一次在户外的演出能让大家在星光下欣赏表演 同时让这些学生的演奏成果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肯定他们在音乐学习领域上优秀的表现 中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